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姓名的核对和数据库检查 另外呢 大家知道你做了打指纹吗 还有一个指纹也要在数据库有一个检查 这个FBI有一个自动的对比 然后是比较快的可以做这个指纹 此外呢 还有一个出入境记录的审查 也是根据你的指纹记录 因为你班里卡的时候做了这个指纹 另外呢 现在一般出入境也有指纹记录 是吧 那你说你在美国调整身份 如果出入境记录显示这个人其实不在美国 那当然这是可疑的地方 是吧 所以这一点呢 也要有一个数据库的比对 还有呢 就是要检查申请人的一些生物信息 所以你要写到表里头填写 身高体重 眼睛头发的颜色等等这些 还有呢 刚才讲的是出入境的记录 另外呢 移民局也有自己的数据库 比如说这个人过去申请签证身份 移民身份等等这些延期转换等等 所以一共呢 有这么几个不同的数据库的检查处理 因为你填了四八五表 然后有姓名 有个人的基本信息 还有指纹 那么政府呢 会这样的相对比对一下 这个是处理中心 另外呢 local的移民局的办公室呢 有的人是在那里现在做这个面谈嘛 他们如果处理呢 也是同样的流程 对于这个在境外呢 那么你申请先要在National Visa Center 然后处理 然后呢 要在我住广州领事馆 这个流程呢 理论上是一样的 也有同样的这个背景调查 近来呢 我们较少听说 要被要求重新打指纹的 一般来说 看起来这个背景调查呢 很多时候做一次就够了 另外呢 顺便说到 比如说 还有人关注体检的有效期问题 这个我们另外也已经有视频讲到了 以前呢 体检一般是一点有效 最近呢 一般两年可以有效 然后对于有一些申请人说 哎呀 我这个申请为什么会有delay啊 别人和我同时交的都批了 为什么我的还没批 那就显然也有一定的运气因素 也有这个case by case的情况 有的人叫的名字比较简单 张红 李强 可能有很多同名的人啊 这样呢 有的时候也会造成一些delay 顺便这里讲一下呢 对于打指纹的时候呢 有的这个亚洲申请人啊 中国人 尤其是女性 指纹很薄 或者有的人可能锻炼呀 或者做的别的事情多 指纹都磨得不清醒 可以打指纹前 可以磨护手霜 可以戴手套 睡觉要几天 注意不要把手指割破了 一般来说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有的人呢 有我四八五交了 我已经面谈过了 过了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为什么还没批呀 这有的呢 就说是否公平吧 只能说也是正常的情况 不止你一个人移民局有的时候处理 也有这个delay的情况 有的时候呢 因为在local的移民局办公室啊 面谈过了以后呢 卷宗可能还会转回到处理中心 或者转到national benefit center 这个呢 也是正常的 有时候你会收到一封通知 不管是寄来的信 还是email 说你的485又转到另一个地方了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一般来说呢 什么意思也没有 就是说你的这个申请从一处又转到另一处 继续在审理 一般来说等到时间到了呢 自然就可以批准了 在等待绿卡期间要做什么呢 这个可以看我们相关的其他的视频 那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绿卡背景调查 包括哪些内容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